好,所以我們今天講那個城市設計裡面的迴旋復合 那原則上 大概這裡講的大概也不僅限於Cshop 你知道是跟這一大類的城市語言 大家用法都是蠻一致的,包括C、C++、Java 甚至你要講PHP那些都是蠻相近的 這是一個for loop 技術回圈的練習,算一個收斂技術 這是一個for loop 技術回圈的練習 這是一個for loop 技術回圈的練習 算一個收斂技術 好,回圈 那我們先認識一下回圈當然有拿幾種 好,那先做一個比較粗淺的一個了解 然後我們再去做一些實際的例子 因為畢竟正論性就是你大概先了解它的語法 然後再看一些比較常用的一些例子 那第一部分我們要先認識回圈 回圈的概念 回圈基本上就是用在 重複的結構 重複 好,重複 之前我們講條件敘述 現在就是重複 來,最常用到的回圈 是技術回圈 for loop 或者我們就講for回圈 for回圈 在我們的虛效盒裡面 它是三段式的 三段式的 等下語法部分我們再更進步強調 好 另外呢,還有兩個 叫做條件回圈 那 它有一種是前側的 另外一種是後側的 前側的是回路 後側的都回路的 然後這兩個差異 差異在哪裡呢 它邏輯判斷的 位置不一樣 for loop 它邏輯判斷的地方 是在回圈的前面 都for loop 它的邏輯判斷的位置 是在後面 所以 都for loop 它有個特性 無論你的邏輯條件 怎麼定 它至少都會執行一次 至少一次 至少一次 快 loop 就不一定 for loop for loop 是前側回圈 前側 所以我們一般講 那個for loop 跟快 loop 它的流程圖 兩個比較接近 好 回圈裡面有回圈 這個回圈叫做草狀回圈 回圈裡面 你還要認識兩個非常重要的指令 break 跳出 continue 繼續 這兩個 那回圈這部分呢 我們會搭配一些實力來講 同時呢有些作業 我們也不可能 在這部分 我們只做一個作業 也不太可能 這部分 你要 要比較 多一點的練習 比較多一點的練習 好 來 那我們先談論 認識回圈部分 前面講過 條件虛數 是讓程式走不同的路 那 那我們現在的那個回圈呢 回圈就是 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一個比喻嘛 比方說你要 多繞幾圈嘛 好 那當然你會說 我為什麼要多繞 我當然有不同的目的啊 好 那有不同的目的 基本上就是說 你重複執行的工作呢 我們可以透過回圈來完成 好 透過回圈來完成 主要的重點是重複的 類似的工作 我跟你講完全一樣喔 因為他裡面參數他可能會改 參數裡面會改 好 那 像這裡就有一些例子啊 畢業前 不停的寫作業 畢業前 學期結束前 不停的寫 學校的程式 就重複類似的工作 你可以 用個路口去寫 甚至呢 你在網路上 你想說 大家好 你重複5次 你就寫一個 4路口 跳5次 大家好 大家好 然後跳500次 也是一樣 你只要把那個 條件的部分改掉就好了 好 下面就是一個非常經典的範例 從1加到100 你要怎麼做 做 嗯 做法有很多種 你大概要看 小於100 或怎麼樣 好 那 我們 在做以前呢 我們先看一小段的影片 先一小 看一小段的影片 那這是電影 藏梁世界 Fermason 他的一個片段影片 他描述 當時還是兒童的 天才兒童高斯 他如何去解答 1加2加3加到100 好 這就高斯 比較年輕時 時代的高斯 好 來 我們把那個影片 好 所以我們當然看一下 因為你看過影片 嗯 你可能會 會去想 你當然怎麼去算他 好 那原則上 當然 來說的話 如果說 你要比較那個 正規的方式 你就一定可以去加 嘛 所以1加到100 你總共要做99次的加法 99次的加法 這個真的了解 嗯 那一個做法 就是說 你程式上可以做 可以啊 就 打1加2加3 當中 當然不能點點點 然後就整個 整個 一直去 去把它打完整 然後到 下到100 好 如果我們用 比較 就是說 稍微比較 抽象點寫 卡在這邊寫 Sigma 這跟我們那個 卡在寫成 副回圈是有 直接 是有關聯性的喔 好 所以我們的做法是怎麼樣 Sigma I從1到100 那這裡你的 I從1 1的話 是初值 那因為我們的 回圈 我們做回圈 不是像Vb from1 to 100 不是那樣寫 因為我們是三段式 所以你也有邏輯判斷 你就 中間那一段的話 就是I 小於等於100 然後第三段是變化量 所以一般來說的話 我們就是I加加 那被加的那一項呢 就是I 好 所以大家也可以 可以用那個高斯 他的公式嘛 就是 100 乘以瓜乎 100加1 主以2 這基本上 這是提醒公式 提醒公式 就是上底加下底 乘高 上底是1 下底是100 總共 總共幾個100個啊 然後 一樣 就跟那個面積公式 其實 你算這種 觸裂的 原則上 都起滿一致的 好 重點就是說 你回圈 主要的目的呢 是來講話城市嘛 那我們不太可能說 寫城市 你真的要整個一個一個 列出來啊 那個太辛苦了 而且那樣來講的話 也違反 城市盛基的精神 你不是 就是整個折法 用 用完全 沒有 有平復之虛的方式 做 他基本上呢 他就是 可以將 重複的工作 這樣簡化 簡化成回圈 簡化成回圈的敘述 然後就可以 不再呢 透過 要用做回圈道也是清楚 就是因為他是重複的 所以我不要 一再的重複 比如說我重複三次 我當然就 貼三次啊 可是你 從 類似的事情 你加了99次 你貼99次嗎 或貼100次嗎 那顯然不要 所以這次當然是 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 一個結構 那 那如果 如何把它改寫成 城市碼呢 這也直接用到 同學了 那我們把 剛剛的那個 數學的 就是比較抽象的 數學的寫法 就寫在下面 就剛剛前一頁 所以你把 Sigma I從1到100 每一項都是I I是從1到100 好 這是數學的寫法 那下面 我們要寫 做的數解部分 好 那程式部分怎麼弄 程式的部分這樣 我的總和 大寫的意思 我要先設定 它的初詞會0 那有些同學就說 老師我有宣告 可是我沒有設初詞 可是我答案還是對 為什麼 因為 我們那個RNT 它的那個 預設的值 預設的值就是0 所以 所以 所以你沒有給它 初詞把它回錯 可是連成就不可以 連成的話 就不對了 那這一次連加 所以你還是還會正確 那我們要加到第100項 所以N 我們用N的變數來代表100 N來代表100 那你說有時候 我們要把停路把它擴充啊 不是加到100 我要加到1000 或者加到100萬 這裡面我們就可以做 做次度修改 我們只要把N 它的那個值把改掉就可以 好重點是在這個三段式 你這邊一定要會啊 三段式的第一段 出值 出值 然後在這個出值部會呢 我會有一個控制的變數 那你會看到 在這邊呢 呃 我個人比較習慣的寫法 就是在圍圈裡面的這個 控制變數 我會把它設定為局部變數 所以 他宣告的地方 就在這邊宣告 我並沒有拉到外面去宣告 當然有的時候呢 呃 可能 因為你要處理一些問題的關係 有時候你還是 拉到外面去宣告 那個你看 不管 反正就是要宣告 你就看你是在什麼位置宣告 你就在使用前 我第一次使用的時候宣告都可以 所以他出值是1 那我們在 C sharp 來講 其他類似的程式語言 他是三段式的 三段式的話 他一個重點就是 你要用兩個分號把它隔開 第一個是出值沒有問題 第二個 不是莫子 第二個是 邏輯判斷 只要他成立我就執行 所以呢 他的邏輯判斷 你就不能寫 等於等於100 你就要寫 小於等於100 為什麼要小於等於100 因為你第三個是變化量 i++ i++ 我們這個講過了 i等於i++ 我們用這個增量 算值寫法 他運算當然會更快 那 所以變化量就每次加1 每次加1 加到哪裡 加到100 什麼時候回宣會跳出來 當你的邏輯判斷不成立 也就是說 當 i等於101的時候 他就會跳出來了 他就會跳出來 所以他不會把101那項算進去 他只能算到第100項 第100項 第100項 好 那 我們區塊做什麼 因為只有一個指令 把 di項 加到中和 這個變數 所以原則上 這個 1加到100的程式 原則上 如果 如果你扣除了 輸出 輸入的 那些 部分的話 他只剩3號 他只有3號 這個要記起來 這個蠻重要 我們 分回去 因為他 其實很多 他就是用在這裡 這是一個用途 但是前面有講過 你 你完全一樣 那個很簡單 就是那個不會錯 但是這裡面他不是完全一樣 因為我每次加那個i i他會變 這裡i是有變的 他不是說不變的 i 所以就是說 你的每一個像是跟 控制 控制變數的關係 你要清楚 你要清楚 所以這邊會有一點小問題 那 因為 1加100真的是 有人說是老生常看 雖然說老生常看 但是你先把這個意思叫做弄清楚 你 對於其他的學習也會比較容易 好 那我們接下來再看 我們今天的作業 我們的習題是這樣 我們 我們也是算一個 算一個級數 算一個級數 但是不太一樣 我們是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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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边算出来,当然它就会负1嘛 如果是偶数 它是正 正负正负相见 正负正负相见,注意哦 正负正负 好 我们呢 一般像,我们的像是呢,其实 从这边你可以看 1357 所以它应该是2n加1 好 请预算,n等于10,100,一直到100万 好,它的一般像,我可以跟你做一个整理 等下做的时候,你教会出错 这里就是我的算法,就跟刚刚的那个1加100不太一样了 我这里的回圈,我是从第0相开始 到第n相 n可能是10啊,100啊,不管 你就是填一个数字 那你的一般像,你要把它写成这样 前面是正负号 我用这样去写 你就说你用的,反正就是你用的 用的变数去装 所以你要注意,你的i 是正的时候 是基数的时候 这个 这个符号它是 它是负1 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用简单用到一点点 条件的 如果是 偶数的话,它是正的 偶数就是正的 记得 因为我们的2乘以i加1它是int 所以你这边1,你不能写1 你要写1.0 这个之前有跟朋友讲过 你这样写,它在计算的时候,它才会 转换成为double 所以你算出来值,这个s呢 你要宣告成double,你不能宣告成int 要宣告成 可是我这里 这里算的i,它是int嘛,回圈嘛 回圈,刚好就是回圈里面的 控制变数嘛 然后透过这样的方式去做 我们看看同学能不能先 把这个先做出来 好,做出来之后我们再 再继续去 谈下面了 好 那我把这个 画面先 这是一个for look 技术回圈的练习 算一个收敛级数 好,目前的话就大概只有这样而已 那原则上我们做是从 这边开始 从18行 所以前面你要先宣告 该宣告宣告 假设我要宣告变数 那我的总和,我用大写s 那它出只是0 尽量是跟刚刚讲的一致 然后呢,我要算到dn项 n,我假设我要算到d1万项 所以1后面4个0 先不要算到太大 然后 重点就是后面的 这下面的负回圈你要对 对哦 他是三段式的 那我的控制变数是i i从0 注意啊 中间的逻辑判断应该同学应该都会正确i 小于等于 n 后面4 i 家家 好 然后我回圈记得哦 你不能直接在这三段之后面直接打分号那一定是错的 所以你要打的是什么 大瓜 5 这边不要弄错了 这边要打大瓜 所以呢 我现在要做 做什么 先判断嘛 对不对 那我再加一个变数 他跟正负号有关 所以我就叫 前面三个字母 SIG 一开始的话 他是1 第0项是1 第1项是负1 第2项是正1 好 所以来 所以我就把它加总进来 正负号 乘以 4.0 因为我们 最后要乘以4嘛 所以我们4就直接先 乘进来了 不要最后再乘 你要最后再乘也可以 那 再除以 2倍的 i 再加1 好 分号 然后呢 我现在 i等于0的时候 sig是正1 下一个是什么 好 所以怎么办 等于 乘以 乘等于 负1 就好了 他就会变号啊 会不会变号 好 然后我们再把 我这边我没有用到ifels 没有完全没有 因为 因为一开始 正1嘛 下降负1嘛 然后再乘一个负1 他就变正 负负得证又回来了嘛 对不对 然后我这里就可以输出 所以所以那个 这个这边就是 这个练习嘛 这个答案就是 s等于 记得要分号 同学要记得 所以 前面当然就是 就是一些那个 就是一些那个 那个 比较语音合成部分嘛 那个那个 那个 那个 就被我弄了 重点是后面这里 我边执行一下 这是一个 for loop 技术回圈的练习 算一个 收敛技术 所以 所以 答案是这个 这个跟什么 你熟悉哪个东西很接近 圆周率啊 但是说老师我算到一万项都已经这么接近了 那我算到 后面再加两个零就算到第100万项会不会更接近 应该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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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里就是等于是一个 算是一个算台的练习 算一个收敛极数 用一个极数来去算台 好 好 所以 同学应该 应该可以 可以把这个完成 来我把画面 还给同学 字幕志愿者 刘言 字幕志愿者 刘言 转研订 字幕志愿者 杨言